韓哥一次錄影 我不是出道最久的 感覺 年輕巧 當年的軍中情人 我真的沒有 太參與到鬧軍這一塊 因為我 怎麼差三年差那麼多 對 懷孕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很開心 然後我就開始狂吃 那就變成說 你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 醫生說你知道 這個尺度這張臉很高 天啊 文藝下的我可以 藝下這張OK 剛剛那邊這樣 尊重一點 還可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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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姐妹亮起來 我們是今天的姐妹團 嗨 馬上來介紹今天的專家 林尚立醫師 美美專家 是的 老梁想問你一件事情 你相信長生不老的傳說嗎 相信 拜託我們這一棟樓 就有一位美鳳姐 對啊 最佳代表 台灣最美 歐巴桑就是她 沒錯 縱橫演藝圈數十年 完全沒有改變 真的 真的 逼死我們這些 到底 對 逼死我們這些晚輩了 是不是 你也沒有晚輩了吧 沒有 沒有晚輩 中輩 從歌手時期到現在 也八十幾年了 太誇張了啦 二十幾年而已 二十幾年了 但是我新年也是年過半百了 也是維持到還可以 很辣 掌聲鼓勵一下 如此 這樣不容易啦 但是我跟你講 我這個是小案子 我們今天還有不一樣的姐妹 她們才是 千年不變 真的 我跟妳講 這兩位不得了了 妳這個幾十年對不對 對 她們已經是千年老朋友了 嚇一跳 掌聲歡迎 因為有兩位嘛 一位一位介紹出來 我們是按照出道的先後 好 好不好 首先就歡迎當年的軍中情人 陳明禎姐姐 YES Oh my God 沒有練 沒有 上九十台 沒有穿 太不科學了 很棒 天啊 姐 你太過了 太榮幸了 Oh my God 今天到底是穿什麼風 居然把明禎姐姐邀請來啦 不是B死人了 製作單位終於肯花錢了 真的 怎麼會這樣 沒有跟民視關係深厚 對 當然 我跟你講 我 真的耶 我特別 而且這一套就是 當年的那一套 什麼 真的嗎 打歌服嗎 你們兩個來消化預算的 有一點反應好不好 因為我還不知道 你是哪一套 沒有試著 如果是當年那一套 可以穿 那已經很厲害了好嗎 就 當年一定還可以穿 絕對的啊 這根本沒碰過吧 這根本沒碰過吧 不像他們兩個 忽胖忽瘦 不知道要在幹什麼 至少現在瘦了好不好 至少漂亮 跟你講曾經都無所謂 我覺得呢 現在瘦最重要 對 對 當下瘦最重要 沒錯 而且最可怕的是 它可以維持這麼多年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而且你們以為只有明禎姐姐嗎 後面還有一位 還有 而且剛剛還一直在計較說 我跟你講喔 明禎姐出道比較早 1990 1999 1993 馬上要來了 掌聲歡迎 迷女歌手 余昊嵐姐姐 謝謝姐 不好意思 那裡有什麼東西嗎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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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花 她現在聞一下 因為她老公種樹的 對... 葉子...花 對... 有那個意境 少女一個怎麼得了 怎麼會這樣 我難得 難得一次錄影 我不是出道最久的 是不是 還有更資深到我 兩個人都沒有感覺 對 她比我多三年 要計較 一年了 對 每一年都很計較 但是三年也是同期啊 對啊 很累 而且剛剛講的三年 三年也是同期 對 有那麼計較嗎 可是剛剛一開始有講 那個title有沒有 軍中情人 是 當年落軍活動 是唱片公司 重點宣傳的一個部分 而且能落軍 還真是要挑過的 蛙人啊有沒有 打赤箔有沒有 那種那個 海軍陸戰隊的那種 那個橡皮艇 把他們扛出來 有 你在那個艇上面 然後你們就坐在上面 我跟你講 那個艇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你隔了一個艇 其實他們很壯 他們是把我們扛在 徒手扛嗎 我們都很害羞 因為你知道他們的肌肉 然後有黑 我們那時候真的很害羞 不過真的他們很精壯 那扛妳哪裡 腿嗎 屁股嗎 還是沒有 沒有啦 還是正面給他們 對 沒有啦 他會這樣 因為蛙兵到退伍 都沒有洗過澡 也不洗手了 真的 他們就是這樣子 那妳坐在他們的 肩上 真的 看到沒有 那個艇已經過時了 我們直接是坐在肩上 其實我說實在話 我真的沒有太參與到 落軍這一塊 因為我 不然是校園嗎 校園嗎 校園 我們也有 但因為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出道的 我出道之後 公司其實那時候 算是也是重點的栽培 這是沒有錯 這是沒有錯 沒錯 然後我出道 大概宣傳一個半月之後 我就生病了 為什麼 太老了嗎 那時候腦出血 這麼嚴重 對 腦出血就全部停掉 所有宣傳活動 然後我後來再出來 是隔了兩年後 哇 那妳是95年出道的啦 我們也真的算嗎 是 然後兩年後 兩年 我是1993出道 然後第二張唱片是1995 跟我老公合唱 然後也很不爭氣的就是 我1996就結婚了 好壞喔 有點 所以妳的意思說那一首合唱曲 害了妳一生 不是 我就覺得說老天爺 你不覺得冥冥之中 他就安排我那時候生病 然後我三年後嫁給我老公 對 我如果那時候沒有生病的話 沒有遇到 也許我的整個事業 天啊 也許妳的老公不是他 對 有可能我就很紅 但是他給妳 因為他給妳一個很好的老公 對啊 也沒有啦 而且妳現在還是很紅啊 而且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如果很紅 妳覺得我會結婚嗎 對耶 只要講嫁給他啦 他會看 我會結婚嗎 而且我們那時候 因為阿兵哥都睡上下鋪嘛 我們睡下鋪的 上面不是拿木板有沒有 貼的都是妳們的照片妳知道嗎 我跟你講 不然晚上怎麼會睡得那麼好 我跟你講這個 我們每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很年輕 我們只要看到這種 我去那個軍艦上面 他們軍艦真的很小嘛 然後他們阿兵哥也是睡上下鋪 我們休息室 就是在軍艦的 他們的那個床的旁邊 我們就是會稍微這樣坐 當然不是這樣睡 我們就真的活生這樣 休息座 一看 一看就看到妳 當然是宣傳照 對 沒有像妳講的那種 對 就宣傳照而已 但我們真的看得 還是很害羞 真的很害羞 沒想到這些阿兵哥 夜夜都看著妳們入睡 我真的有阿兵哥 阿兵哥寫信給我說 把我的海報放在那個 看到沒那張海報 那誰這麼美啊 真的滿可愛的 真的很像那種 日本少女團體 那我第一張是1993年的時候 是誰變了 是 然後第二張就 是結婚照的 那是結婚照 這個耶 對 第二張是結婚照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第四張是我18歲 高中畢業的學生照 妳為什麼要跳過 跳過姿勢照 好笑喔 那時候就 我老公是許仙 那個是王宗品嗎 對 然後旁邊是子涵 那時候就是要拍端午節的那個 而且妳可以看得出 我們照相 其實妳扮演的角色 也會跟初到有差別 怎麼說 因為子涵是我的前輩 所以子涵一定是白蛇 白蛇 那我們晚輩一定就是青蛇 可是妳沒有穿綠色的耶 還不是青蛇嫁給許仙了 沒有人在爭這個好不好 喂 沒有人在爭這個 這個照片漂亮 那有明貞姐的照片嗎 一定要來的 經典經典 那個時候就是日系的感覺 有沒有 現在看都還是很流行 對不對 而且服裝上面唱片公司也會要求 妳看不懂 把那個衣服綁在這 那時候很流行 很流行 這個是第一張 然後這第二張 對 它就是有一個 從那個流行就是 把它綁在這裡 後來那個謝正武律師 也一直都綁一件在這裡 真的嗎 不定就以前就是喜歡你 還有那個背心嘛 也根本就是那種 衣服不好好穿的代表型 對 現在就在流行嗎 然後呢 人家叫妳穿長裙妳不要 妳硬要穿牛仔褲T恤 不是說我不要 那時候唱片公司在 推出一個新人的時候 他要先做定位嘛 對 妳硬要穿長裙飄逸 然後我那時候一聽 我都覺得這個不是我 妳自己下個性不是這個嗎 我那個時候聽了 我覺得這個個性不是好 所以我就說 我跟唱片公司講說 這個不是我耶 我說我的個性 是 那我 自己下裝扮是比較率性的 我們從小在田野間長大 因為奶奶家他們從小有田野到田 有點像小男孩子 小男生 鄉村 田野 爬樹 後來老師還真的有被我說服 老師後來也因為他的加持 他覺得說就讓我做自己 陳靜心老師就讓我做自己 所以我就這樣推出來了 對 唱片公司就讓你 就是你出去你會自在 而且這樣的隨性感 跟觀眾拉近的距離 對 比較自然 收到觀眾熱烈的喜歡 所以我到現在還一直非常的 感恩 感念 陳靜心老師 對 有的時候定位要自己照 那浩然姐妳的定位不好照吧 不會啊 她就很 我跟妳說 其實我是一個很外向的人對不對 對 我非常外向 但因為那時候藍白唱片 她很充 以前根本不會讓妳 有外向的機會吧 周志涵 妳太三八 下來唱片宣傳就是媽媽的 就是玉女啊 所以那時候就變成說 可能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講 我們就覺得公司 要幫我們出唱片 我們就要完全聽公司 所以我很外向的個性 那時候就變得很走很玉女 然後上節目不能講太多話 對啊 之前加簽也是這樣 不能三八 然後就是黑西裝 白襯衫 然後我的那個領帶 那時候還是我姐夫的 然後在黑百折裙 藏到這邊在黑靴子 日系 松田聖子啊 那個時候是這樣 終生名菜都是這樣穿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等於是走 完全跟我一點都不像的 像 叱咤90年代的兩大女神 她們的棟林小秘方 馬上大公開 以前不是都排排站有沒有 一訪問 訪問兩個小時有沒有 對 那個站位很重要有沒有 那個時候有名爭暗奪的時候 對 很多 其實站位她們會安排 她們會安排 妳們一定是西位的 就是主持人旁邊 沒有 不一定 新人通常都在旁邊 新人在旅外面 新人的時候 對 新人的時候在旅外面 那那個宣傳她們都會 希望新人都曝光 她們都會告知啊 都會告知新人說 妳可不可以主動...去站在中間 可是我們說真的我們不敢 因為第一 我們是新人 不敢 怎麼可能我們可以這樣子 自己蹭到旁邊 真的 以前我們景秀 剛出道的時候 我們公司滾石友 蘇惠倫 謝小琪他們 他們都是站在那個 每次那個記者要拍照 那時候報社拍照的時候 就站一排 然後那個宣傳就說 妳們兩個擠進去 擠進去把我們兩個安排在旁邊 然後那個記者要拍的時候說 等一下... 景秀妳們到旁邊 然後就... 然後我們公司同事 又把我們擠進去 我們又在那邊站... 然後她就說等一下... 妳能稍微再過來一點 結果我們兩個 她就越巧越巧 我們兩個是在最旁邊 結果最後報紙出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被卡掉的 完全沒有我們的那個 差別有多大 所以喔 就是 他們Cue我們才可以過去 我們那個時候通常 新人是上不了電視節目的 所以我們公司向來都是 打一個團體戰 譬如說 因為妳新人 妳又沒知名度 很多大型的 那時候只有三台啊 很多節目 他不會讓妳上的啊 所以每次我跟我老公上 我老公一定是被安排在 主持人旁邊 因為他那時候還滿紅的 那我一定就是在 分到最外面 那有時候可能主持人在訪問的時候 訪問到我老公 我老公就會介紹師妹 師妹覺得很開心的 就趕快順道就到那邊了 可是我曾經參加過 我出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我參加過一個特別節目 那是龍兄虎弟 那錄很長耶 大概五十幾個藝人 除戲特別節目 然後我們就十二點多 中午十二點就到 就到電視台了 然後錄到晚上 凌晨一點 然後十三個小時喔 然後我們新人就完全沒有畫 也沒有表演 因為他能表演的就只有 那個時候紅的一些藝人 我記得他會有前面一個 什麼四十五轉 就會上去唱那 那是對 那是有一些 但是我們那時候除戲 因為太多人五十幾個人了 就會全部就會坐在那邊 當那個啦啦隊 像紅白那樣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 我記得那時候 我老公那時候有被安排表演 那時候還有什麼李文啊 反正都是很紅的人 LA Boy 對 那你就覺得說你很開心 雖然十三個小時 你在下面你還是要全部 因為有時候鏡頭可能會少到你 你還是要很開心啊 加油 然後到播出的時候 你知道我爸爸媽媽就覺得說 女兒參加這麼大的 期待 在哪裡 以前的除戲節目 都好幾個鐘頭對不對 對… 看到後面 在哪裡 整整五個小時 沒有照到我的臉 所以十三個小時 就是完全沒有人知道 我有去錄 是 上完節目 下來還要被檢討 那宣傳還要把你們叫去罵 對啊 有時候回公司也會被唸對不對 我們公司會 我們公司也會 我們人 我們看看 因為那時候日本的經紀公司 聽說他們就是 對藝人要求非常非常嚴 所以那時候藍白是出了名的 我記得我沒有出道前 上班 當你簽完約之後 你就要每天到公司 早上9點我們還會有打卡 去報告嗎 那時候我跟子涵啊 然後就早上9點打卡 然後一樣5點下班打卡 然後他會安排辦公桌 然後我們就是每個人 要坐在辦公桌上 那新人就負責有客人來的時候 倒水啊 然後接電話 然後有時候就會有個小房間 進去練練歌 看攻讀聲音 然後這樣持續了一年 然後那時候每個月就是 給你三千塊的車馬費 而且我們公司就是 每個禮拜的一三五 藍白有棒球隊嘛 然後我們要穿棒球服 去公司 每個禮拜一三五的五點 凌晨五點 我們老闆要帶著所有藝人 在士林的北市商 很日系的那種公司的管理有沒有 真的要練棒球 五點多去到那邊 開始暖身跑 跑超長 然後練棒球練到八點多 再跟著老闆再回公司喔 不能回家喔 公司就是換洗 然後九點開始上班 然後就是當出道之後 出片之後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多宣傳 就是每次上完節目 我們就要回到公司 然後就要坐下來 然後宣傳就會開始講說 今天浩然在那一個 那個主持人問了他什麼之後 他回了什麼東西 他就覺得他回答的 我們覺得沒有很好 然後老闆就開始檢討說 很多東西 對 我們老闆會這樣子 他會覺得 因為藍白很保守那時候 就做那個形象 他就說你不能這樣搶著回答 你不能表現出三八的樣子 我們女生就是淑女 男生就是紳士 而且那時候藍白 經紀人他在跟你簽約之前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藍白其實也算是做偶像嘛 他會覺得說我要簽這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將來出去 你要賣唱片 那喜歡你的人多不多 如果他簽了一個是 沒有男生喜歡的 是人氣 所以那時候我還沒簽約之前 經紀人就會帶我們去 中校東路走一圈 他要去看有沒有回頭率 陳明珍不老美顏 永保青春靠這招 模特兒那個走路的方法 就隨時把核心提起來 自然就好看嘛 真的耶 有風的感覺 有沒有 自帶仙氣 真的 這就覺得你人很有自信 做家事我也把它當運動 背心我背心 只能背得背 我心也 還沒簽約之前 經紀人就會帶我們去 中校東路走一圈 他要去看有沒有回頭率 就是你如果走在中校東路的話 他會看說經過你身邊的男生 年輕人他會不會看你 他會不會回頭 如果說他要做一個偶像 是走在那邊走了一下午 都沒有人理 沒有人覺得他漂亮 沒有人有興趣 他會覺得好像不適合走這一行 他們公司好嚴格喔 真的 非常嚴格 那有的因為那個頭 這個綜藝大哥園的 就會被特別照顧嘛 那有的也被拿出來做反效果嘛 例如呢... 例如就是第二排那兩位 第二排最... 可是我覺得我剛剛這樣聽起來 是有好有壞 雖然我就是之前的身材比較胖 然後很常被就是 譬如說瓜哥啊 譬如說上那個玩遊戲的節目 只要嘟到那種書 要漢草比較好耶 我就會被推出來嘛 比如說需要當砝碼 我一定是當砝碼 就是有功能性的 對 但是剛剛不是有講到 過年特別節目這件事嗎 我突然想到 因為民視的過年特別節目 都是百人起跳的 所以你要在百人當中被看到 其實不簡單 但是通常 我每一年都很有機會被看到 因為... 因為每一年啊 你看我身材這樣子 然後... 但是每一年可能有時候要穿個什麼 那種很短的裙子 或是要穿起跑 你去想這時候瓜哥一定都會Cue我出來 就是感秀嘛 因為我就是裡面最與眾不同 因為大家都很瘦一整排 但是我只要站出來 有時候不用介紹 特別喔 所以其實... 其實後來我想一想 我還滿樂觀的 我覺得這樣反而會被看見 而且 有時候雖然人家會忘記我的名字 但是出去都會說 那個民視那個唱歌 瘋瘋瘋瘋瘋的那個 對... 所以其實也沒有不好 有好處 也是有個記憶點 對 有記憶點 但反而我現在變瘦 有時候我出去有些婆媽 反而會認不出我 所以我現在也是有點困 所以最近婷筠又毛起來吃 沒有 有沒有 我最近還是又一直有在變瘦 對 但是我從小就是比較胖 然後就是很容易被嫌老 你有這個困擾嗎 一定有 我們是第二排的啊 不要說你們 我們自己也是 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而且人家玉女拿照片來就算了 而且婷筠也拿了一堆照片 拜託 也是要比較一下 沒有 因為我國小的時候 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我很高 就很像國中二年級 對 然後不然就是常常 像我之前很胖 就是生完小孩 那時候還有大概99公斤的時候 有粉絲以為我已經四十幾歲了 真的喔 對 但實際上 那時候有最高紀錄99公斤 懷孕還沒有生之前是到107 然後生完還有99 結果那時候 其實我生完啊 在月子中心量體重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回不來演藝圈了 我想說 我演藝事業回了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後來經過努力努力 沒有想到 居然可以瘦下來 現在幾公斤 我現在66 哇 很多耶 好有利益 你看107到66耶 簡單 那是一個小孩子的體重耶 對啊 也是算是我出道以來 最瘦的時候 對 這樣子狀態很漂亮 對啊 而且那個照片 你看他那個 那個是什麼 抓粥的時候 是不是 小朋友 對 抓粥 但我覺得最恐怖的是那個 中間那張跟碰狗 那個是你啊 對啊 黃色衣服那個啊 哇 真的 差很多 那時候還沒懷孕耶 也很胖 不知道為什麼 妳的巨星風範都把碰狗掩蓋了 對 反面教材不止妳 對啊 還有我 對 亞美將應該可以講成一個 代狀節目 有胖過或怎樣 因為我們也是從小 從小就是先老起來放的 所以我國小六年級 就是現在這個臉 蛤 這是國小六年級 有沒有看到第一張青蛙 那是青蛙 第一張很像是在那個 可是我告訴妳喔 因為我是高雄人嘛 那所以我的那個班級是 班數比較少 可以1到8班而已 我在那8班裡面 怎麼說怎麼說 因為我是手球隊啊 田徑那位 跟你一樣也是高嘛 所以就是要參加被老師抓去 被老師抓去做運動的時候 手球隊隊長啊 然後田徑隊的 什麼隊什麼隊的 還去參加什麼三鐵 什麼蛙哥的 所以只有8個班級 你要紅很容易 就這樣子 可是那個時候我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卑 然後再來的話 整個就是走鐘 一直走鐘到那個 像第二張有沒有看到那個肚子 我也不知道我哪來的勇氣 會可以在牆壁上用這個姿勢 然後肚子一圈在那邊 那是我的高中學 而且妳把馬都擋住了呢 然後在後期 就稍微會打扮 比如說我就會穿比較淺色的 然後就會開始裝萌啊 然後修圖啊 幹嘛的 然後夾睫毛再弄一下 我就覺得我現在 整個人看起來很舒服 有吧 沒有 我要問觀眾 觀眾有舒服的可以來信 有回頭率吧 可是每次上節目 都被分配到那種失敗組 一定的 因為我們就是反教材嘛 然後我甚至也在那個節目 就被叫做長屁人 因為我的肚臍跟我的妹妹 差得很遠 有涼過是不是 有涼過 跟一般的女生不一樣 所以我絕對沒辦法穿那種什麼 露腰的 因為露腰就會馬上 這個當太長了 然後甚至有一些褲子 不是那種連身褲 我會卡當 就是會卡住 所以我那個名字叫長屁人 然後有一次去參加喜宴的時候 居然有人要跟我合照 真的假的 我說我可以跟妳合照嗎 我說可以 他說那我想拍屁股 為什麼 因為長屁人 然後看屁股多長 我說好 我說那我頭可以轉過來嗎 他說可以 天啊 真的 不會 我不覺得什麼 天啊 不覺得什麼 我跟那個婷筠一樣 因為被Cue出去了 我才有畫面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要樂觀 剛剛兩位講胖講得很開心 前面兩位 他們沒有經過胖吧 沒有 他們懷孕的戲 我們就近一周 沒有看過你們胖過 沒有看過你們胖過 我們是不想讓你看到 人生慢慢這麼長的時間 怎麼可能沒有胖過 那最胖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當然就是 懷孕 對 一定是 因為我很長 準備很長 然後 都一直痕管 很長很長 所以那個時候那一陣子 大概十幾公斤都有 有嗎 我那時候還沒有懷孕 你看我已經那麼胖了 打那個針打到都這樣肥肥 腫腫的 有點腫腫的 很腫 所以你說沒有嗎 還是有啊 可是觀眾朋友最想知道的是 怎麼瘦下 對啊 那個時候 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我就接了一個舞台劇 那他這個舞台劇是音樂舞台劇 他講的是那種模特兒在 對 歌舞劇在上面的一些 生死痘的感覺 那他有說可能要穿泳裝 但在這個之前呢 我有準備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特意瘦身 要不然你說那個身材 在上面穿泳裝怎麼看 不好看 找一個針灸老師 可是針灸是要配合 配合他的飲食 對 飲食就是很簡單 你可以吃肉 但是不能油 不能調味料 蔬菜只可以吃深綠色的葉菜 這一個食譜你要吃三個月以上 對 就一直這樣堅持下去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目標在那邊 你一定要瘦到這個目標 對 所以我的確就是這樣慢慢慢慢 好強喔 對 那很厲害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穿泳裝 他們還覺得說還虎虎人 可以喔 怎麼身材一下子就變瘦了 其實我們真的之前 花很多的苦息 對 那浩然姐呢 也有高峰期嗎 體重 我懷兩胎的時候都胖20 然後我兒子才2000 然後我女兒才3000 我都印象深刻我離開 所以都是妳在吃妳在消化 對 妳在吸收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 對自己體重非常要求的人 所以我一到懷... 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很開心 我可以什麼都吃 然後我就開始狂吃 那就變成說你生完之後 那個月子做完之後 你可能還有16 7公斤在身上 我那時候都45公斤嘛 我都胖到65 然後你知道就一隻少吃 吃很少 會想要餓肚子 可是瘦之後 瘦到50的時候 它會有個體重的停滯期 對... 它下不去了 對... 那你越不吃 它越不能代謝 越不能消耗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可是你越餓的時候 你就會越想吃 我後來那時候 就給自己壓力很大 這5公斤 到底要怎麼辦... 我後來就做了一個 很不好的事情 對 我就會看到東西 我就會很想吃 我就會先吃 對 吃完之後 馬上進廁所 去吐出來 要吐 這不行 這樣很傷傷的胃... 會使到逆扭 你剛開始不懂 你剛開始不懂 你剛開始吐出來之後 逆豬可不可以 可以... 你剛開始吐出來之後 你會很開心 因為等於你吃過 但是它沒有留在你身體裡 你那時候不知道 吹吐會這麼可怕 我是後來吹吐了之後 就一直吹吐到 體重到45樓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 我喉嚨就常常 這邊會腫腫 胃酸 那我想說 那個... 濁傷 胃酸 為什麼會腫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 你知道你這樣非常危險 他說等於你的胃酸 一直在... 一直在拉藕出來 對 他說很多食道癌 就是這樣子 好可怕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吹吐這種東西 會造成你胃食道逆流 胃酸 濁傷 食道 然後食道會 還會造成食道癌 軍中情人駕道 女神風采絕不來 這個尺度在當年很Rubble 好天啊 文藝下的我可以 藝下 這張OK... 剛剛那邊的 我OK 尊重點 還有... 還有... 真的有時候 因為食物的那個慾望 吃...吃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自己這陣子胖 你穿什麼都不對 然後照鏡子 就覺得自己怎麼好像老了好幾歲 對 為什麼人胖的時候會看起來 特別老喔 對啊 醫師 其實當你的肉多到一個程度 你的骨架撐不住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往下垂 那舉例來說 我們人在從年輕到老的時候呢 其實會有幾個重要的變化 當我們在年輕的時候啊 太陽穴比較寬 顴骨比較寬 下巴比較修長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種 倒三角形的臉型 對 那這種倒三角形的臉呢 就會把我們所有的肉 都掛在上半臉 那下半臉呢 就會變得比較修長 對 可是現在不是追求這樣嗎 有的人還去削骨幹嘛 對啊 沒錯 然後我們老的過程當中 骨架會開始流失 所以呢 削了骨的人 會老跟垂還有鬆得更快 因為我們老的過程當中 會有幾個重要的骨頭 開始在流失 第一個就是我們眼眶的骨頭 所以為什麼我們老的時候 眼角會下垂 因為我們眼眶的這個外上方 會開始變成沒有了支撐 往下了 所以眼尾就會下垂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有嘴邊肉 因為我們的那個上 這個叫上額骨的地方 它就會開始往後退 沒有了支撐 然後原本可以把肉 撐起來的地方 它沒得撐了就開始下來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有 所謂的下額線 就是雙下巴跑出來 因為我們的下額骨 會開始變形 下巴會往內縮 然後下額骨呢 會從這個直角變成鈍球 就是會大概小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們的下額線就會不見了 所以當你的骨本越多 那你的可以支撐的就會越多 像所有的人 他開始年紀變大的時候 就會回到這種正三角形的臉 也就是上面沒有支撐了 中間的支撐也變少了 所以所有的肉 都掉在最下面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人 從你的年輕到老 都有這個趨向 但是如果你的支撐 一直維持在比例良好的狀態 別人就會覺得 你怎麼不管從哪一個年齡層看起來 都會跟年輕的時候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其實要看起來年輕 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 一定不要讓你的肉 多過於你的臉可以支撐的程度 鮮合度 所以其實真的控制維持真的好重要 太難了啦 很重要 對 所以想要不顯老 身材一定要維持得好 對 今天兩位不敗的女神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你們是怎麼保養 維持這樣的好身材 是 忌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啦 運動 像年紀越來越大 他們都建議我們要去做重訓 重訓就是像醫師剛剛講的 因為你骨質疏鬆容易流失嘛 容易疏鬆 所以你要去做重訓 然後增加它的骨密 肌肉 對 而且那個明珍姐說 她從年輕到現在 都在縮小腹 很注意體態 這個小秘密是 那個時候我不是說 演了一個舞台劇 然後她有教我們走 那個模特兒的台步 我們真的穿高身鞋 她就要我們這樣挺胸 挺胸 可是說真的 我後來發現 不是挺胸的問題 那是什麼 其實它是 核心拉起來的問題 是核心拉起來 妳核心拉起來 其實妳不挺胸 它自然一樣還是起來 我後來就 我隨時走路 就他們模特兒 那個走路的方法 我就隨時把核心提起來 然後就這樣 在路上走 我都穿球鞋走 那我覺得也很OK 然後就是這樣子走 這樣就有回頭綠了 是不是 然後我跟妳講 就是妳只要核心 挺起來走路 妳這裡就挺了 然後妳這樣走路 自然就好看 真的耶 有風的感覺 對啊 好輕人喔 自帶先濟 妳看看 就是覺得妳人很有自信 是 那妳人看起來有自信 妳看起來就會年輕啊 那 聽說妳連做菜的時候 都不放過自己 我跟妳講 做家事我也把它當運動 然後做菜 因為我做菜喜歡聽音樂 然後有時候 妳就會跟著它律動這樣 切菜 妳可以用背心那一首歌 我背心 我背心 只能背著背 我心連心 沒有這樣走啦 這一道穿要很久了 這一道穿要很久喔 鄰居都沒有意見啊 妳這樣鄰居哪聽得到 也是...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妳要維持自己 說真的 看妳自己的心境 心境啊 對啊 這兩個字是重點的 當年那明禎姐 那一個寫真集 天啊 到現在大家還很難忘啊 那個就是經典中的經典 而且那個時候 是沒有修圖軟體的 完全沒有 那等一下浩然姐寫 詹姐請準備 這個尺度 這當年很TURBO耶 真的是太... 當初是下定了什麼決心 是因為板碎很高嗎 怎麼會適合妳來拍妳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從唱片歌手轉型到戲劇 那唱片歌手都很清純的形象 當然 那時候戲劇的競技公司 就是覺得說 妳應該是要拍一個 可以展現自己的 讓人家覺得說妳有多方面 那接戲劇的廣度 或者是深度會再寬一點嗎 是... 天啊 妳看這一張 這張可以嗎 這是很有個性 但是又很性感 這個側邊這樣OK嗎 以前沒有在修的耶 這眼神為什麼怪怪的 蛤 你的眼神 不好意思 就是有一點眼神有點出去 你知道波有在看喔 衝血 等一下 其實那個時候 哇 脫自己的身 對 這個很清新的感覺 那個時候也經過一番掙扎啦 但是在掙扎的就是過程當中呢 當然都有拉鋸 還好那個時候有拍 對不對 現在根本沒辦法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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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相信妳自己可以 現在我不可能這樣露肚子了啦 可以啦 會害羞啦 妳有練啊 會害羞啦 你的核心練得這麼好 所以我們曾經也年輕過 妳找幾個姿勢 讓第二排的來擺看看 這個就好 這個就好 所有這一番了 就這一張 這一張喔 對... 這張很簡單啊 雅美醬...這一張 手抬起來了嗎 這張很簡單 這張很簡單 就這樣跪著嘛 明禎姐先示範 天啊 沒有可動 不要 不要停 不要 要請雅美醬還是什麼 快... 加油 她可以拍這一張吧 可以... 雅美醬 還好 雅美醬妳可以拍 這張很簡單 妳可以拍這一張 這張文藝下的我可以 藝下這張OK 剛剛雅美醬 OK 妳看喔 妳... 尊重點 我可以尊重點 妳沒有可以學姐什麼 你知道嗎 第二 以前不是有這樣嗎 妳可以說 對... 妳好近喔 給我水... 快給我水 二手有很多 不要勉強... 快點 老師...教我一下 背心... 背心姐教我一下 怎麼弄這樣嗎 其實不用教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可以了 可以了 明禎姐是屬於有點性感的 對... 但是我跟你講浩然姐 她是少女感 她的腿怎麼可以 對啊 少女腿 永遠都是這麼漂亮 妳一定有偷偷保養了吧 妳一定沒有注意 怎麼 剛剛浩然姐跟她的經紀人 一直站在那個化妝室外面 裡面明明有位子可以坐 她為什麼不坐 秀腿嗎 妳知道嗎 沒有 她就是要保持 我從年輕 我之前都有在講 我從年輕就不是一個 喜歡坐椅子的人 不喜歡躺 我突然早上起床之後 會讓我再坐回去 躺回去的就是晚上了 所以我在家裡 只要能坐就不躺 能站就不坐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 長期喜歡站著 然後我會跟我老公去走路 去運動 那為什麼這幾年 我會開始去走路 有時候會走一兩萬步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腿很細 那年輕的時候你細 人家可能會很羨慕 可是到一個年紀之後 就像剛剛小楊哥講 會有肌少症 對 就是你容易骨質疏鬆之後 你的腿會容易痛 容易出現一些狀況 所以我就是為了讓我的腳 細 但是又可以進食 你看很多年輕妹妹 可能三四十歲 後面大腿都已經會橘皮了 有 對 就我的腳到現在 其實你看我經歷過胖二十 再瘦再胖二十 你看我的腿 居然沒有留下 沒有任何刺激 而且現在科技都很發達 有些醫美的器材 也是可以幫助到我們 對 你知道地吸引力 你說你再會保養 你再開心再樂觀 我們該鬆該垮的 還是多多少少會 對 所以我音波電波跟肉毒 是我每年都會去打的 是 然後讓自己可以比較不會老化 這麼快 保持比較那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大家講呢 其實有一個東西很難去消滅 就是法令紋 對 有沒有 年紀越長的時候 越深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樣處理呢 醫師 其實在音波跟電波 我們做治療呢 它主要的深度都是在 然後跟比較淺層的這些組織 然後打肉毒呢 其實是針對這個薄薄的肌肉 在做治療 那這三層加起來的老化 只佔我們全年老化的10%而已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老化的過程當中 有90%其實都是來自於 這個比較深層的支撐 靠近骨架的位置 那要解決這種 比較深層法令紋的問題 它還是必須透過注射 但是它注射的材質 就會比較特別 我們現在有一個大家俗稱 叫少女針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說 要治療這種骨架的流失 我們就必須把這種成分 透過注射的方式 讓你在這個區域 長出膠原蛋白 那這個長出來的膠原蛋白呢 它就會給你的皮膚下垂的組織 會有一些支撐 達到這個改善 看起來比較年輕的 這樣子的比例 比如說像這個 它其實之前是一個空姐 然後但是隨著年齡啊 其實就會看到這種 顏外有一些垂啊 然後臉頰有一些垂啊 所以其實 要解決這種問題 其實滿簡單的 就是透過剛剛說的 少女針的材質 我們就是在這些位置 都每個地方都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然後 最後變成 其實就能夠把你臉上的問題呢 很自然的解決 整個人都提起來 你看左上角那個 真的都垂下來了 對 它的下巴看起來比較短 但它下巴短 並不是因為它下巴自己變短 是因為這一塊掉下來了 所以呢 當我們讓它可以回到 比較往上的比例的時候 它整個臉的下巴就變尖了 就變修長了 然後這種下顎線也就開始出來了 木耳紋呢 就開始沒有這麼明顯了 所以打這個 所謂的少女針 它可以維持多久 打一次 其實它最主要的原理是 利用你長出來的膠原蛋白 那這個長出來的膠原蛋白 它一旦長出來了 其實就是你自己的 所以呢 在文獻上面告訴大家說 所以它是跟著你的老化的過程 在慢慢降... 當這個區域往內縮之後呢 臉頰它就會開始往下掉 然後把靈魂出來之外呢 就變成你就算沒有表情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不是不開心 那個其實就是 臉開始有一些往下了 所以呢 以這樣子的狀況 通常我們就會在這種流失的區域 把這些剛剛所謂的流失的地方 讓它長一些膠原蛋白 那這個問題就會寫得非常地好 對 變好年輕喔 對啊 他其實是我阿姨啦 所以... 阿姨喔 對 對 那講過阿姨之後呢 家裡還有什麼親人 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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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牽手的問題 對 所以呢 依照每一個人 他主要問題的來源 我們就會去評估說 這些人他要在哪些地方 讓他長膠原蛋白 那這些膠原蛋白 長出來之後呢 就會除了很自然的 改善你的問題 有點膨起來 它也會改善到 你整個臉的氣色 還有比例 你看 因為是自己的臉 每天要去見人的 我跟你講這種錢不能省 一定要找呢 我跟你講 有症兆 有口飛的醫生 我跟你講這個才是 不然你看 你每天這樣 如果他幫你打錯 打壞了怎麼辦 對 而且那個醫生 對於美的那種比例跟那個 美學很重要 林醫師有得過我們世界 在這裡為您推薦 是不是 醫生的技術很重要 我跟你講 打錯位置 是不是看起來會更老 像淚溝 眼袋這種叫印第安紋 法令紋 木耳紋 是大家有一天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往往就會想說 把這些地方都填起來 填平就沒事了 可是填平呢 其實 就沒有打在我們剛剛所謂 這種需要支撐的地方 那就會變成 像是這樣子圓圓的臉 就是你看起來真的 那些紋都沒有了 但是你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比較年輕 就會有這種臉型的比例出現 但是如果我們是打在 你真的流失的位置 那就會變成像 下面這張這樣子 就是 不但原來的問題沒有了 你的臉反而變得顯瘦 顯尖 而且就會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這種倒三角形的比例 所以就會變成打的位置 就會影響到你最後看起來 是不是年輕化的這個結果 而不是你只有沒紋路 或者是沒有這些凹陷的問題而已 這樣子 我們的亞洲人 就是年輕的時候沒有法令紋 但是臉都會看起來是嬰兒肥 那像這些地方 如果我們要讓它美化 其實就變成要在這種 剛剛說的我們亞洲人 最欠缺的地方 量不用多 你只要每個地方一點 每個地方一點 2CC 4CC 6CC 8CC 你會發現有一個 很特別的效果 就是臉會越來越小 臉會越來越V 在這些地方呢 我們如果把它支撐起來呢 那臉就會變得比較修長 變得比較集中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它就是一種 維持你的流失不會太嚴重 甚至可以替自己的骨架跟支撐 再做一些加分的這樣子的方式 謝謝我們林醫師詳細的解說 好不好 還帶了他那麼多的作品來 有什麼問題 趕快跟我們的林醫師聯絡 像我以前比較胖的時候 我超愛真的超愛去醫美 但是我發現身體健康 跟整個人把自己的體態 維持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是最棒的保養 那妳做得那麼健康 妳是做了什麼運動還是 維持身材大關鍵 這個千萬不能吃 林燈姐有講到說 這一個很重要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一個我覺得 有沒有吃跟有沒有吃宵夜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那妳怎麼吃 我自己就是會以蛋白質多一點 然後也會找營養師幫忙搭配 就每天拍自己吃什麼 然後給他看 然後他就會幫我調整 他還會把以前 比較圓潤的那個照片 貼在牆上 每天看 體力自己 還有一個一個 就是像我有時候 在家運動真的是很痛苦 因為其實我也是 討厭運動的人 但是後來我找到一個方式 現在那個直播 不是很流行賣衣服的嗎 網路上 但是通常 就像我之前比較胖的身材 你要在網路上買褲子 是一件很冒險的事 因為可能以前要穿到3XL或什麼的 那妳就會想說這個版型買來 可能等一下花冤忘錢 所以妳就會很緊張很擔心 但是當我運動到快動不掉的時候 我就會開啟直播 告訴我自己說 這一件我一定要買下來 我要穿下去 我一定要穿下去 結果這個就是一個動力來源 沒想到我後來瘦了 真的買回來可以穿了 真的耶 我覺得有一件我問我說 妳要怎麼撐過去那個很痛苦的時候 我跟你講就是妳要找到 適合妳自己的運動方式 跟有一個動力的來源 像女生就喜歡買漂亮的衣服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大的動力 這個很棒 剛剛前面姐姐都有分享 心境 快樂還有自信 那都是很重要的啦 好不好 想要當動靈的小姐姐啦 真的要下一番功夫 對 而且自律也很重要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姐妹亮起來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動一動 動一動 Yeah